嗨,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野马结局 什么是野马结局呢? 在非洲野马们其实会被蝙蝠在背部上吸血 那其实这些蝙蝠非常的客气 但他们吸的血量就并不会让这只野马死掉 但是今天这只野马被吸到血的时候 他的心情就会不好 所以常常吸血没有让他弄死 但吸完血之后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招惹到其他动物 进而他们被弄死了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给人类什么教训 就有时候我们跟另外一半吵架时 其实吵架这件事情可能是为了臭袜子 或者说你可能一件小事情 但因为这件事情所惹出来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里面解决好 反而变成了你们分手跟离婚的原因 或者说在办公室当中 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口角 但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情绪给管控好 所以到最后闹得整个办公室沸沸扬扬 这就是野马结局可以告诉我们的警惕